巴以冲突现在处在一个死劫状态 因为从以色列角度上来说 他觉得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对以色列境内进行火箭弹攻击 巴勒斯坦人看到的是绝望 美国政府在巴以冲突过程中 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角色 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停火 大家好我是高之凯 欢迎收看高谈伯论 今天我们聊一聊巴以冲突 大家知道最近以来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严重爆发 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 死难数字矩增 巴以冲突的根源 始于1947年以色列建国 当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 一开始就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后来又通过几次战争 以色列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的土地 乃至于巴勒斯坦人 现在在以色列境内已经变成是少数民族 这一点是巴以冲突 九托得不到解决 而且有可能会升级恶化的主要的原因 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在巴以冲突过程中 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角色 因为他完全是偏袒以色列 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就巴以冲突问题 做过大量的国际努力 你像基辛格先生原来做的穿梭外交 好几任美国政府所做的试图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等等 还有好几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巴勒斯坦人民坚决不愿意接受这一条 另外美国政府大量的削减了对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经济援助 使得巴勒斯坦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 而且以色列动辄就对巴勒斯坦 对加沙地带进行禁运 造成生活越来越艰难困苦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 你就会觉得绝望 你看不到希望 你不想再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因为以色列人不想跟你进行谈判 他们希望通过武力来解决 通过和平根本求和平无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巴以冲突现在处在一个死劫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以色列角度上来说 他觉得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对以色列境内进行火箭弹攻击 造成了以色列人民的恐慌和伤亡 这一方面也是个事实 但是以色列没有再往前考虑一下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拿起武器 用火箭弹来攻击以色列呢 是因为他被逼上梁山了 没有活路了 没有任何希望再进行和平谈判了 所以巴勒斯坦人看到的是绝望 大家知道最近的巴以冲突 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国际上几乎都是在谴责以色列采取的极端措施 他在灾越期间发动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造成大量的妇女儿童的死亡 很多贫民百姓流离失所 以色列甚至对国际媒体所在的大楼进行轰炸 造成大楼倒塌 这都违反了很多的国际规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美国以外 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呼吁 以色列要停止这种极端的军事行动 我们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表示 要求有关各方停火 停止军事冲突 保护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举措 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到北京来进行和平谈判 这是破先例的 这样做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 是在这样复杂的多变的局势中 中国有一席之地 中国能够发挥作用 尤其是在美国根本不愿意 发挥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作用的时候 中国能够做出一个更平衡的 更公平合理的 没有任何偏袒的措施 来促成巴以双方进行谈判 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停火 不能再让战火 造成越来越多的 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伤亡 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都有疫情 好几个人道主义的灾难在同时发生 因此 越早结束军事冲突 越早进行和平谈判 越对得起以色列人民 也对得起巴勒斯坦人民 今天先聊得着